大家好,你们观众的像是UP主要更新了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爱子公主 现任德仁天皇唯一的女儿 当时她拍了一组照片,搞得她被拳往黑 网友惊呼 德仁你们家女儿是不是混进了蒙古人的血统啊 怎么这么壮啊,怎么这么丑啊 然后网络暴力就来了 网友开始了批图大赛 在网友眼里,爱子一会长这样,一会又长成这样 甚至有些人,人人的小姑娘跑个步都不肯放过 总而言之,就是说 王氏竟然生了个最丑的女儿 不是我说,你们对一个小女孩的恶意也太大了吧 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青春期女孩的模样啊 又没有化妆,又没有美颜 虽然算不上多好看,但也不能说她丑吧 讲的时候爱子公主拍全家服是这样的 妥妥的CV啊 她那个嫡孙女还是很受宠的 因为日本皇室的女性没有继承权 所以德仁为了爱子能当天皇 一度想修改继承法案 可是自从德仁的弟弟文人生了一个男孩 悠人之后,爱子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 大家可以看这个全家服啊 同样都是玩玩具,小王子是目光焦点 所有人都在看向小王子 爱子只有在一旁自己玩的份儿 哎,不愧是你,重男轻女模范王室 爱子公主小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可爱 看看这肉糊糊的小脸,莫名的戳中萌点 就是眼睛有点小,遗传的德仁 德仁你的基因赢了 请给牙子一个谢谢参与讲 一开始对于这么可爱的小公主 日本民众的接受程度还挺高的 爱子就这样在她们眼皮子底下长大 从挥手到挥手再挥手 然后突然爱子的颜值就像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就被说丑了 更惨的是爱子还得跟姐姐比 尤其是那个公认的皇室最美公主家子 哎,这个看脸的时代太残忍了 爱子的心理阴影面积啊 估计连迪卡尔都求不出来 在疯狂的网络暴力之下 爱子开始减肥 一下水就游她个三公里 整天做运动 这是16年的爱子 已经明显的瘦了出来 哎,真不容易 不过我看她们一家人都穿着格子衫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对程序员夫妇 在席二期上班呢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 爱子竟然又瘦了 在媒体公开的全家福里 竟然瘦成了这样 已经皮剥骨头了 这个是官方图哦 所以不可能存在任何PS的痕迹 爱子你是用什么办法瘦这么快的 教教我可以吗 开玩笑啊 原来爱子是因为压力过大才暴瘦的 就是因为被网友骂的 得了厌食症 整天都吃不下饭 可想而知 网友的谩骂 给她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看一下前后的胖瘦对比 这就是网爆的后果呀 而且这是在一个女孩的成长期 最爱美的时候遭受了精神暴力 可想而知对她的压力多大 可想而知她的内心有多难过 像我们这种已经快30岁的女性 被人骂仇了也无所谓 是你瞎嘛 但是我觉得这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 太残忍了 总之我觉得 不要随意攻击女孩子的长相和身材 这不是她能选择的 本以为这么瘦 就可以让网友满意 结果爱子这次又错了 她打开网络一看 言论又变成了 啊你怎么比继子飞还老 你是不是假的爱子 那个圆敦敦的才是我们的爱子公主 你怎么突然这么瘦了 是不是吸毒了 哎真的服了 好想提爱子说一声 胖也不对 瘦也不对 难道你希望我变成一个橡皮泥 随时可瘦可胖吗 爱子不光遭受了网络暴力 还遭遇了校园暴力 作为一个公主 爱子上学出门 媒体的机器都如影随形 结果媒体发现 堂堂的日本公主 竟然遭受了校园霸凌 日本的校园霸凌问题啊 一直都很严重 或者说日本一直有这种 欺负人的传统 我有一个学长在日本电通上班 这个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广告公司 他就跟我说 他们下班之后 经常要喝酒 然后老人就会欺负新人 老人甚至会脱下自己的鞋 把酒倒进去 然后让新人拿着鞋喝酒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统计 2018年 日本校园 共有54万起校园霸凌事件 有46%的学生 曾经遭遇过校园霸凌 小学生们为了反抗霸凌事件 还发起过不上学运动 推荐大家看一部高分电影 叫告白 很好看 就是讲一个妈妈 为了给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 报仇的故事 反正就是爱子也遭遇了校园霸凌 有一天 爱子突然跟妈妈牙子说 妈 我不想上学了 牙子再三询问才知道 原来学校的同学 竟然孤立他 嘲笑他 丢他书包 抓他头发 我的天哪 这些人胆子好大呀 你跟公主在一起 不应该很敬畏 或者说害怕吗 你竟然欺负人家 后来有媒体扒出说 这个欺负爱子的人呢 其实是爱子的婶婶 季子妃的亲戚 怪不得胆子这么大呢 牙子非常心疼爱子 开启了24小时 无私交保护模式 陪上学 陪吃饭 爱子和同学 一起参加校园活动时 牙子直接公款 启动豪华车队全程保护 三天烧了3000万日元的安保费 花了纳税人不少的钱 被公众私下骂了好久 后来爱子上了中学 问题就更多了 时不时矿课课 考试也不去 去迪士尼玩 让老师们很抓狂 就连一些学生家长们 都开始抗议 公主旷课与庶民同罪 凭什么给你搞特殊啊 那段时间 爱子他们一家 风名都很差 说他们挥霍浪费 去年 爱子终于迎来了 自己成人礼 脸上的肉肉 也回来了不少 笑容也随之增多了 按照日本皇室传统 她即将进入大学院学习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皇室 女性是没有继承权的 那么她以后 能不能打破规矩 成为女天皇呢 根据调查 有79%的人 是支持女天皇的 反对的人并不多 不过我感觉 日本人的支持 也是那种 无所谓政治事件的支持 毕竟之前有过调查 问大家说 你们更关心 AKB总选呢 还是国会大选呢 结果对于 AKB总选举关心的人 要远远多于国会选举 现在呢 日本皇室 已经开始准备 给爱子找老公了 日本皇室的女人 一旦嫁给平民 就会失去皇族的称号 但是日本现在 已经没有贵族了 所以嫁人 基本上都意味着 会变成平民 之前爱子她爸得人 女儿也有继承权 成为天皇 但是德仁他弟 文人生了儿子 这事儿基本就没戏了 然后德仁又想了一招 就是恢复一些 日本旧贵族的身份 然后好让爱子带给他们 这样爱子 就可以一直是皇家成员了 可以保留皇家的身份 我感觉德仁对女儿 也是尽心尽力了 但是我觉得吧 看过了日本皇室 这么多的女人 其实还是责任少一点 会比较轻松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之前做的美智子 雅子这两期 这两个人 一个被折磨成了失语症 一个得了抑郁症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嫁给平民 其实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爱子的姑姑 亲子公主 嫁给了一个普通的政府职员 过得也挺自由 挺快乐 还有一位点子公主 在去寺庙参拜的时候 她和一个和尚一见钟情 和尚还比她整整大15岁 最后呢 点子公主嫁给了这个和尚 大家可能很奇怪啊 为什么和尚可以结婚 在日本和尚又是个职业 下了班你永远可以吃老婆取肉 下了班你也可以吃肉取老婆的 前几年有个日剧 叫帅气和尚爱上我 就是讲了和尚谈恋爱的故事 我老婆是原理美严的 而且点子的公主嫁的和尚 还不是一般的和尚 那颗和尚是初音大社老大的长子 日本最牛逼的几个大社 所以她以后会继承家业 所以点子公主也算是嫁得不错 总之爱子公主刚成年 不知道她以后情感状况会如何 我们会实时跟进 大家记得关注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三连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就请你好好努力 喜欢上我们